好来看到布里乡公所在6号下午办理绿光草地公园启用 邀请多位长者民众一起来吃下午茶 会在布里乡老人馆旁边的绿光草地公园 公所将会在每周的1、3、5下午4点到6点 提供免费茶点给来到公园休憩的民众 望远过去一大片的绿色草地还有几张椅子 坐下来往后看就能看到布里车站配上雄伟的山 美景只有布里才有 这是布里乡公所才刚刚启用的绿色草地公园 让这些老人家带着小孩子孙子到我们绿色公园这边 去走走看一看 然后免费请他们吃 那这个活动我们可能会持续 如果说可以的话我们会变成常态 启用这天下午桌上准备好点心茶点 准备迎接公园享受慢生活的民众 布里老人会长说 真的很开心 布里乡又有多一处的娱乐场所 这个不但是老人家可以来啦 一般的民众大家 阿公阿嬷带孙子都可以来这里 很好的地方 而且每周的一三五 我们相公所还有提供茶点咖啡 糕点 给来这里游闲休闲的民众 这是很好的德政 布里乡人口逐年减少 今年更来到了九千人 老人占多数 布里乡长陈荣聪说 一定要好好照顾布里乡的长者 今年刚好整理完位在布里老人馆旁边的绿光草地公园 将会在每周一三五的上午四点到六点 提供免费的茶点 给来到公园休息的民众 记者高松霜布里乡采访报道 布里乡 布里乡 drawings 绿布不